Odio Jungle 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我和林世蕊出生时被抱错了 她成了真千金,我却被人丢进垃圾桶 17岁那年,我被接回家,全家人依旧宠着她 她说,真千金又怎么样 爸爸妈妈哥哥都只听我的 分分钟将你赶出家门 我玩耳一笑,重来一世 你以为我毫无长进吗 我回林家后他们舍不得假千金 对外谎称当年生的其实是双胞胎 是啊,我和林世蕊是一父一母的双胞胎 我们在同一个产房出生 她妈把我扔进垃圾桶 而我爸妈把她宠成了小公主 当我穿着不合身的衣服被司机接回家 我的父母哥哥都站在林世蕊身后 替她撑腰,仿佛我是个入侵者 明明是他们把我接回来的 却又怪我破坏了他们幸福的一家人 我在林家孤军奋战 最后被林世蕊逼上绝路 上辈子,我跪求爸妈叫奶奶 却败在林世蕊的挑拨离剑下 被逼得走投无路借高利贷 但她还不放过我 把我的不雅照弄到网上疯传 最后,我再去见奶奶最后一面的路上 被林世蕊的亲生母亲撞死 这辈子我对林家人已经不抱希望 但林世蕊欠我的,都得还回来 所以,司机来接人的时候 我连门都没让他进 很快电话就响了 但我充耳不闻 刷完一套卷子才接起来 电话那头是我的亲生父亲 只是他刚做完自我介绍 就被我打断了 我冷冷地说 我是被奶奶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 我没有爸爸妈妈 他还想在电话里跟我解释 但我已经挂断 然后拉黑号码 他只能三顾茅庐 亲自把我接回林家 魏魏让我相信自己不是个起因 他们专门给我准备了欢迎会 这在上辈子是没影的事 果然是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我刚进家门 林世蕊就热情地扑上来抱住我说 妹妹你好 初次见面 我是你的姐姐林世蕊 看 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纠战雀巢 还能甜不知耻的 如此理智气壮 我故作疑惑地问林世蕊 我们真是双胞胎吗 为什么长得一点也不像 我妈生怕林世蕊多心 忙说 你们是一软双胞胎 本来就长得不像 我又看了他们一圈 继续发问 可我长得像爸爸 为什么他跟你们谁都不像 我妈脸色一僵 说不出话来 林世蕊跟他们半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能长得像才有鬼了 但我哥林宇森氏的魅控 且指控林世蕊 见林世蕊尬 她语气不善地冲我吼道 林彤彤你还有完没完了 一回来就这么多事 我眼里含着泪 转头问我爸 爸爸不是说 哥哥会很喜欢我的吗 不就是演戏吗 谁不会呢 林宇森冷笑道 你想多了 我只认蕊蕊一个妹妹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她昂着头说得义正词言 大大觉得自己代表了正义 全然不顾我爸的呵斥 我又转头去问我妈 妈妈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妈神色不自然地说道 怎么会 你和蕊蕊都是我的女儿 真是个善良大度的母亲 对丢弃自己亲生女儿之人的女儿都能视如己出 我感动得扑进我妈怀里 装作没感觉到她的僵硬 果然看到林诗蕊眼中的惊慌和怨毒 别着急 这才刚开始呢 保姆张阿姨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吃得很开心 林诗蕊却显然没什么食欲 我的房间被安排在林诗蕊房间的隔壁 虽然比她的房间要小一圈 但比起前世的保姆房来 已经好太多了 刚洗完澡出来 就听见我妈在敲隔壁的门 想也知道 是来安慰她的宝贝女儿 我内心毫无波澜 认真刷我的卷子 很快林诗蕊敷衍地敲了两下门后 就直接进了我房间 她摆出姐姐的架子问我 彤彤 妈妈刚才给我拿来一碗回乡饺子 你要不要一起来吃 她特地加重了一碗两个字 大大是想让我羡慕嫉妒 然后说些难听话 让门外的我妈听见 但我却只说 不用了 我对回乡过敏 你自己吃吧 我妈惊讶地走进来问我 你也对回乡过敏 我点头道 我从小就这样 医生说可能是遗传的 她喃喃道 对对 我就是回乡过敏 但蕊蕊一直很喜欢吃回乡饺子 林诗蕊的脸色变了 看着妈妈微变的眼神 心里发慌 这碗回乡饺子 让她感觉到了自己被偏爱 所以才来林彤彤面前炫耀 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桌 她忙说 妈妈我们快走吧 别打扰妹妹学习了 但我妈刚对我感到亲切 反而上前来看我桌子上的卷子 诧异地问 你怎么在做高三的卷子 我和林诗蕊都是17岁 而她今年才刚上高二 我平静地说 因为户口问题 我上学晚了一年 后来又跳了两级 所以现在再读高三 她连我上几年级的都不知道 可见之前是一点都没想要了解我 林诗蕊难掩极度地说 你之前在时期中上学 那种学校的水平可跟我们一中没法比 现在转学了 当心跟不上 我妈却笑着说 不会 你爸念书的时候 也是连跳两级的学霸 统统向他 林诗蕊的脸色扭曲了 我装作没看见 窘迫地说 我不是什么学霸 只是条件不好 为了省学砸废 我妈这才注意到 我的书包已经洗得发白 拉链旁还有缝补的痕迹 跟这个精致的房间格格不入 我爸虽然也给我准备了新的衣物 但还没有细心到准备新书包 也或许是没想到 我连个像样的书包都没有 林诗蕊赶紧说 我还有一个哥哥送的新书包 给你用好不好 妹妹不会嫌弃吧 这张嘴就来得茶言茶语 也难怪我上辈子会栽在林诗蕊手里 可现在的我 已经对此毫不在意 我做出期待又为难的样子说 可是哥哥会不高兴的吧 毕竟是他专门送给你的 我妈看不下去了 她话道 蕊蕊 既然是小三送的你就留着吧 我明天带彤彤去买新的 林诗蕊的脸色 不可抑制地阴沉了下来 第二天出门时 林诗蕊果然跟来了 从文具店出来后 妈妈转身又进了珠宝店 几个店员瞬间围了上来 林诗蕊轻热地挽着我的胳膊 非要拉着我四处逛 最后却说没有喜欢的 一个都没买 好不容易等妈妈买好结账走人 出门时 门口的警报器 却突兀地响了起来 非常抱歉 这位女士可能是刚刚的项链 忘了消磁 店员又拿去过了一片机器 出门时警报器却又响了 但在此期间 其他顾客进出都没有问题 珠宝店经理走了出来 彬彬有礼地说 我们可能还携带了 其他未付款的商品 希望我们接受检查 就算说得再客气 也改变不了他话中的质疑 妈妈尖声质问 你的意思是我们偷东西了 经理不卑不亢地说道 抱歉 女士 既然机器没有问题 那就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希望你能配合 越来越多的人看过来 妈妈也只能同意接受检查 女店员拿着检测仪 一一贴身扫描 林试瑞看着我的目光 几乎藏不住兴奋和期待 我也回给她一个微笑 她还没回过神来 我的检查已经结束没有异样 检测仪反而在她身上 疯狂响了起来 在林试瑞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店员从她包里 取出一只钻石发卡 妈妈也目瞪口呆地看着林试瑞 不是我 我没有偷东西 肯定是有人放进我包里的 她说话时愤怒地盯着我 显然明白了我那个微笑的含义 知道自己反被我摆了一道 我也气愤地说道 姐姐才不会偷东西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妈妈我们报警吧 就算监控没拍到 还能验指纹 不能让姐姐被冤枉 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我的头 林试瑞却是脸色大变 就算她刚才小心地避开了监控 但也肯定留下了指纹 不过报警就完了 最后林试瑞说是自己是带后 忘记顺手放进了包里 妈妈也只能掩弃息鼓 乖乖负账 在指指点点中 带着我们直接回了家 妈妈气得晚饭都没吃 爸爸不明 所以上楼去哄她 林试瑞不知道跟林语森说了什么 她凶神恶煞地 把我堵在了楼下 你老实说 发卡是不是你塞到瑞瑞包里的 我不信林试瑞会把事情真相告诉林语森 所以一点也不慌 你这么说 有什么证据吗 林语森冷哼道 我了解瑞瑞 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肯定是你偷了东西 害怕被发现 才塞进她包里的 我问她 既然不是林试瑞偷的 那她为什么不愿意报警 林语森理所当然地说 瑞瑞心地善良 她猜到是你偷的 怕闹大了 让你难堪 你赶紧去跟爸妈承认 否则我饶不了你 我冷笑道 好 我们现在就去 林语森半信半疑地 跟我去了爸妈房间 一进门 她就迫不及待地说 爸 妈 你们别怪瑞瑞了 东西其实是林彤彤偷的 爸爸妈妈惊愕地看着我 我红着眼睛说 哥姐姐非要说是我偷的 可能觉得 只有我这种穷惯了的人 才会偷东西吧 我爸沉着脸问林语森 是瑞瑞跟你说 东西是彤彤偷的 林语森气得想冲过来打我 我色缩地躲在妈妈身后 妈妈气得让爸爸 去把林诗瑞也找过来 林诗瑞也是红着眼睛来的 大约是想卖惨 没想到一进门 就被我妈劈头盖脸一顿责备 她委屈地哭着说 哥哥刚才问我 我就说一直和妹妹在一起 后来发卡就不知怎摇到我包里去了 哥哥可能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这说话的艺术 算是让林诗瑞玩得明明白白 林语森这种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 被他卖了还得帮他数钱呢 果然最后林语森承认 是自己弄错了 跟林诗瑞没关系 不情不愿地跟我道了歉 爸爸妈妈安慰了我一番 就让我们回去睡了 明天还要上学 临走之前 林语森狠狠瞪了我一眼 但我连个眼神都懒得施舍给他 第二天 爸爸亲自带我去了学校 班主任是个 微胖和蔼的中年男老师 却并不是前世的七班班主任 上辈子 爸爸对我并不上心 所以我是被随机分配到了七班 事实又一次证明了 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我被领进了高三一班 同学们对我都很好奇 毕竟高三转校生本来就少 何况是还能直接转到一班的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老师让我找个位置做 实际上 教室里也只剩下一个位置 我静止 走到靠窗倒数第二排停下 双人桌靠里的位置 坐着一宗笑草秦子昂 同样也是林诗蕊的暗恋对象 我冲他微微点头算是招呼 然后在他身边的位置坐下了 就听他笑着说 林彤彤 好久不见 周遭响起一片抽气声 我和秦子昂是在去年代表本市 参加全国奥数竞赛时认识的 他是竞赛小组的组长 我是副组长 可惜小组最后只获得了继军 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心思 但前世毕业前夕他对我表白了 可惜当时我太迟钝没能明白 等知道时又已经太晚 一天时间 让我迅速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 但一中的课程 果然要比十七中进度快 而且知识延伸覆盖面更广 让我不禁皱眉 秦子昂主动把笔记借给我 还让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微信问他 热情地让其他同学大跌眼镜 竞赛时小组成员都互加了微信 竞赛结束后 我们也没有删除好友 反而遇到有意思的奥数题 还会互相交流 虽然比赛结束后 我们就没再见过面 但也并不陌生 还算得上熟人 所以我也没跟他客气 林诗蕊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 我和秦子昂是同桌 第二天假惺惺的非要送我到班里 林玉三还让我别不知好歹 一见到秦子昂他眼睛都亮了 之后只要一有时间 就让我们搬跑 很快一般的同学都知道了我的身事 我也因此认识了林诗蕊蜜李晶晶 李晶晶是张阿姨的女儿 跟林诗蕊同班 为了保守妈妈在林家做保姆的秘密 心照不宣地成了林诗蕊的跟班 但我还知道她的另一个身份 就是林玉森的女朋友 保姆的女儿跟雇主家的少爷 这种偶像剧里桥段真是发生了 但这件事在李晶晶的强烈要求下 是瞒着林诗蕊的 别说闺蜜 林诗蕊都没把李晶晶当成同学看待 只当张阿姨一样使唤 而我不同 我从前的家境还不如李晶晶 加上她对林诗蕊的微妙心思 我们很快熟人起来 有一次林诗蕊因为我和秦子昂亲近吃醋 竟然打了李晶晶一巴掌出气 我出面维护却让林诗蕊更加恼火 她认定李晶晶被我收买背叛了她 开始变本加厉地和同学一起霸凌李晶晶 直到李晶晶身上越来越多的伤痕 再也瞒不住林玉森 林玉森生平第一次冲自己最爱的妹妹发火 爸爸妈妈吓一跳 就连林诗蕊都吓坏了 但又很快从中察觉出两人关系的不同寻常来 我冷眼看着这两人狗咬狗 想到前世林玉森发现林诗蕊和李晶晶霸凌我的时候 可没有这样的正义凛然 人啊 就是这样 伤口不长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永远不知道会有多疼 但只有林玉森明白 这个道理还不够 林玉森和李晶晶的恋情随之曝光 林玉森被关在家里 而张阿姨拿着补偿金离开林家 替李晶晶办了转学 林诗蕊也因为霸凌同学被爸妈说教了 但她不觉得自己有错 反而都怪在了我头上 我闲听爱父 抛弃奶奶的谣言 很快在学校渗消其上 加上林诗蕊的煽风点火 直接坐实了我忘恩负义的罪名 本就因为秦子昂嫉妒我的女生们开始排挤我 但我对这些乌烟瘴气事儿不见 专心对待来一中后的第一次月考 月考结束那天我放松下来 放学后去看奶奶时还买了一束鲜花 那是本事最好的疗养院 也是我愿意回林家的条件 每天放学后到晚自习之间的 一个小时我都会来陪奶奶 前世我渴望父母亲情 表面的骄傲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自卑 从不肯主动跟林家人索要什么 生怕被看清 后来奶奶重病时 我正跟家里闹僵 又有林诗蕊在旁煽风点火 爸妈根本不信我的话 也不肯出钱给奶奶治疗 走投无路之下 我只能去借高利贷 却被逼着拍下不雅照 却被林诗蕊买下发在网上 奶奶也因耽误治疗 没能抢救回来 那一天就像个噩梦 我在赶往医院 去见奶奶最后一面的路上 被车撞死 临死之前 我看到肇事车主 正是林诗蕊的亲生母亲王月月 才惊觉林诗蕊 竟然想要我的命 却没想到我还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在走廊碰上来看爷爷的秦子昂 秦爷爷和奶奶一样也是植物人 只能在疗养院抓住最后一丝希望 一层楼只有这两间病房 我们俩坐在走廊上对答案 最后忍不住都笑了出来 我的月考成绩出来后 爸妈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爸爸说起自己读书时候的事 还翻出了当年的毕业照给我看 我盯着照片上的一个女人 撞个玩笑地跟妈妈说她在偷看爸爸 我妈立刻来了兴趣 去找照片背后的名字 王月月 她嘴里念着这个名字 似乎是觉得有些耳熟 却又想不起来是谁 我随口说道 妈妈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女人长得很像姐姐 就见我妈脸色一变 终于想起王月月是谁了 那正是林诗蕊的生母 当年和我妈同一个产房的单亲妈妈 调换了我和林诗蕊后 又把我扔在垃圾桶里的女人 王月月是我爸高中同学的事情 让我妈很在意 尤其是在打听到王月月 当年对我爸穷追猛打后 这份介怀更是牵连到了林诗蕊身上 之前她始终认为 大人做的事不应该牵连到孩子身上 而林诗蕊又是她从小养大的女儿 跟亲生的没什么区别 可知道自己是在帮秦迪养女儿后 她的心境就变了 她开始看到林诗蕊身上 那些原本被自己忽略的缺点 尤其是偷东西和霸凌同学这两件事 让她非常在意 怀疑这些都是林诗蕊 从王月月身上遗传到的劣质基因 就像我遗传了她的茴香过敏 她突然意识到了血缘的重要性 而林诗蕊跟王月月又的确长得很像 以至于她现在看见林诗蕊 就会想起王月月 这成了她心头的一根刺 我当然是要趁机火上浇油了 我借奖励的由头 让她陪我去看电影 特地选了一部 因为当红流量加盟而大火的家庭伦理电影 剧中男主人公在前女友死后 收养了她的女儿 随着孩子长大 竟然发现那就是自己和前女友的孩子 从我妈看完后的脸色看来 我的目的达到了 她开始怀疑林诗蕊会不会是我爸 和王月月的孩子 虽然这种荒诞的情节 只会出现在电影里 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 就会自己攫取养分壮大 在林诗蕊察觉出妈妈的冷淡 又和哥哥反目成仇后 她只能竭尽全力去讨好我爸 可这落在我妈眼里就变位了 我爸算是家里最清醒的人了 虽然对养了17年的林诗蕊 不可能没有一点感情 但显然对我这个像她的亲女儿更满意 在我因为成绩优异 又一次被爸爸夸奖后 林诗蕊坐不住了 她在楼梯口红着眼睛拦住我 林彤彤 是不是你跟妈妈说了什么 为什么她最近都不理我了 我无辜地看着她说 我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你不过是个冒牌货 现在我回来了 你被冷落不是正常的吗 林诗蕊瞳孔咒嗦 震惊地说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我冲得微微一笑 一脸得意 林诗蕊一咬牙 阴狠地盯着我说 林彤彤 你休想抢走我的一切 爸妈哥哥都是我的 你就等着被赶出去吧 她说完 闭着眼睛倒退两步 故意踩空楼梯 咕噜噜地滚了下去 而我就静静地看着她做死 滚下去的林诗蕊 全身擦伤 左腿骨折 看起来可怜极了 当然 就算疼得说不出话来 她也不忘用伤心谴责的目光 暗示我这个罪魁祸首 林语森冲过来 要找我算账 就算因为李晶晶的是反目 林诗蕊也是她疼爱了十几年的妹妹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 被我这个野丫头欺负 前世领教得多了 我早料到了她的动作 敏捷地躲到了我爸身后 林语森就是林诗蕊的一把刀 好用又不必脏手 我识口否认 不是我 我没有推姐姐 是她自己摔下去的 林语森动不可恶地狂吼道 你说的是什么屁话 诗蕊怎么可能故意把自己摔成这样 林彤彤你真的太恶毒了 林诗蕊也苍白着脸说 我知道你一直嫉妒我 可我已经把什么都让给你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我呢 泽泽 好一个委屈求全 又乖巧懂事的好女儿 可她不知道 自己这些戏都白眼了 我转头看着妈妈委屈地说 妈妈 我真的没有推姐姐 不信 你把监控调出来看 听到监控两个字 林诗蕊本就苍白的脸色 煞时变得面无血色 什么监控 妈妈看着林诗蕊慌乱的眼神 神色复杂地说 我怕新来的保姆不老实 让人在家里的公共区域 安装了监控摄像 出了李晶晶和林玉森的事 我妈那根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 听了我的建议 早在家里安装了监控 前世林诗蕊也来了这么一遭 让本就恶名累累的 我彻底被所有人咽弃 所以我未与筹谋 提前准备好了对策 而林诗蕊也果然没让我失望 监控虽然离得有些远 看不清我们脸上的神色 但林诗蕊自己退后摔下去的过程 还是被清晰地露了下来 除了林诗蕊急促地喘息 房中一片安静 林诗蕊的目光 在爸妈脸上轻循一圈 最后抱住了林玉森的胳膊 哥哥 你相信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太害怕了 一时没弄清楚 哥哥我好疼啊 就算明知林诗蕊是在辩解 可听了一声声的哥哥 看着他遍体鳞伤的可怜样子 林玉森还是忍不住心软了 他底气不足地瞪着我 质问道 就算是蕊蕊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你就不会拉他一把吗 居然就这么眼睁睁被看着 你真是太冷血了 我看着这个自己血缘上的哥哥 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 是啊 我就是又恶毒又冷血 毕竟前世那个善良温柔的 我可没什么好下场 以德抱怨 何以报德 我心里冷笑 脸上却是为难的样子 我只是被姐姐说的话惊呆了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她就已经摔下去了 我盯着林玉森说 姐姐突然跟我说她不是爸妈的孩子 我才是林家唯一的女儿 是被她的亲生母亲偷走扔掉的 无论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见到林玉森的第一眼 她都像个保护神一样 站在林诗蕊身后 同仇敌忾地针对我 从那时起我就在想 等她知道林诗蕊的真实身份后 会有什么有趣的反应 蕊蕊 你居然早就知道了 妈妈的话读死了林玉森 还未出口地否认 她看着爸妈和林诗蕊 突然意识到 自己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林诗蕊识口否认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不是真的 这都是林彤彤胡乱捏造的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不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她慌乱的神色不似作为 我妈又疑惑地看向我 我自嘲地说 之前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她告诉我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我的回答太有说服力 而林诗蕊在不久之前 才自导自演了一场闹剧 企图栽赃我 相比之下 谁的话更有可信度 已经不言而喻 一直沉默的爸爸 突然开口对林诗蕊说 是你初二那年 你亲生母亲找到你的时候知道的吧 林诗蕊缓缓低下头 一言不发 算是默认了 妈妈尖锐的声音响起 好好 你们真是我的好女儿 好老公 什么事都瞒着我 原来我才是那个外人 妈妈说完就气冲冲地上楼了 爸爸赶紧去跟妈妈解释 只留下林语森守着林诗蕊 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林诗蕊哭得很伤心 想要像以前一样 跟哥哥撒娇 却被林语森尴尬地躲开了 男人都是很理性的动物 就像林语森 虽然会为了李晶晶责骂林诗蕊 看似反目成仇 却不可能真的不管不认这个妹妹 但同样的 当得知林诗蕊其实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后 那么从前给她的所有特权也会渐渐消失 我要亲眼看着林诗蕊 失去所有在乎的东西 直到一无所有 就像她曾经对我做的那样 爸爸和妈妈在楼上吵得很凶 连救护车来时都没有露面 是林语森陪着林诗蕊去的医院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 正好撞见妈妈从隔壁房间出来 她手里来不及藏着密封袋里 装着林诗蕊的头发 我装作没睡醒的样子 妈妈慌乱地应付了我两句 就匆匆出门了 没猜错的话 她应该是要去鉴定中心 林诗蕊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 却一直故作不知 而爸爸又和王玉玥早有接触 这让妈妈彻底开始疑神疑鬼 当然林诗蕊和爸爸 的确没有血缘关系 王玉玥和妈妈在同一间产房 只是个巧合 但她清楚林家的情况 所以临时起义 换了两个孩子 至于她只是单纯地 想让自己的女儿过上好日子 还是因为嫉妒妈妈想要报复 就不得而知了 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是最脆弱的东西 一旦破裂 就永远无法再真正重合 所以即便最后得到的是 否定的结果 妈妈也没法再像从前那样 对待林诗蕊了 而好戏才刚刚开始 林诗蕊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然后以不想落下学习为由 坚持回家上学 在这半个月里 只有林语森第一天 跟去办理住院请护工外 家里再没有人去医院看过她 回家后的林诗蕊 拖着一条石膏腿不方便 却不再像从前那样交其任性 她开始变得勇敢坚强 又沉默寡言 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我能感觉到 爸爸和林语森都有些心软了 毕竟他们一起生活了17年 就算从理性层面来讲 现在这个乖巧懂事的林诗蕊 也没法让他们厌恶 但林诗蕊 怎么可能真的不作药 林家虽然家境优渥 但从不拟爱孩子 况且 学校离家走路 只要十分钟路程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不行上下学的 但因为林诗蕊行动不力 之后爸爸上班时 都会顺便送我们三个去学校 林诗蕊坐副驾 而我和林语森 坐在后座爸爸两边 一路沉默 理所当然的 是林语森扶着林诗蕊去班里 并且拜托同学课间照顾她 林诗蕊感激又信任的目光 让林语森的神色缓和 她暂时忘记了 这不是自己的亲妹妹 而我很快在忘恩复义后面 又多了个恶毒妹妹的标签 因为极度林诗蕊 把她推下楼的传言 很快人尽皆知 彻底引发众目 就跟上辈子一样 我被校园霸凌了 作业和卷子 被人撕毁 或用马克笔涂盖 椅子上涂胶水 抽屉里藏整股玩具 甚至是往水杯里放沙子 但跟前世不同的是 很快就有人站出来 替我说话了 秦子昂替我解释了 每天放学去疗养院探望奶奶的真相 这点在我的意料之中 没想到的是 林语森也站出来替我说话了 解释林诗蕊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楼梯的 林语森是出了名的媚控 她说林诗蕊是意外摔伤 也没人怀疑她 是在替我辩解 她对上我诧异的目光 不自在地转过头去 神色却有些暗淡 看来是彻底从林诗蕊的迷魂箱中 清醒过来了 就这样 一场风波刚刚开始 就消灭于无形 反而是林诗蕊因此露出了狐狸尾巴 开始被同学孤立 从前欺负过我的同学们 迫于压力 集体跟我道歉了 我说了句没关系后 却趴在桌子上 狠狠哭了一场 我哭得三分针 七分假 既是祭奠前世受尽委屈的自己 也是为了让他们内疚 这样林诗蕊就算再出什么幺蛾子 也没人会相信她了 就这样 时间在紧张繁忙的学习中过得飞快 我很珍惜为将来奋斗的每一天 并和秦藏约好明年秋天 在最高学福建 林诗蕊大概是吃了太多次亏 终于尝寄醒了 又或许是因为 就连林语森也不再搭理她 她不敢再随便作妖 家里的日子 突然变得很停静 爸爸忙工作 妈妈忙自己 就连林语森 也在高考倒计时的压力下 奋发图强 甚至有时会来找我问题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 终于迎来了高考 爸爸妈妈对此都很重视 要亲自送我和林语森去考场 可临出发前 我的准考证却不见了 再三确定 不是被我落在了哪里之后 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怀疑到了林诗蕊头上 林诗蕊今天放假 一早就说去找同学玩 已经出门了 爸爸当即给她打电话 却一直打不通 好在我当初为了以防万一 多打印了一张准考证 交给秦子昂保管 没想到真的派上用场了 只是秦子昂和我不在一个考场 这样一来 时间就要耽误了 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妈妈先陪着林语森提前去考场 而爸爸则带我去秦子昂的考场 取准考证 车上爸爸问我 为什么会想到多打印一份准考证 我明白他这是怀疑 我早就知道林诗蕊会做什么 我告诉他 我看到的林诗蕊 和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我不介意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 总好过让自己受到伤害 爸爸叹了口气 不再说话 秦子昂果然妥善保管着我的准考证 临走之前 他让我放松心情正常发挥就好 我看着他认真期待的神色 微笑着点头 但这一耽误 时间太赶了 路上又遇上塞车 眼看着时间不够 我果断下车往考点跑 我爸竟然也把车扔在路边追了上来 我们父女俩就这样 赶在最后两分钟 气喘吁吁跑到了考点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父爱的温暖 尽管狼狈 嘴角却一直是仰着的 林诗瑞失联了三天 看来是打定主意 想让我一门都不能去考 但他不在我这两天晚上 都睡得特别踏实 第三天下午 他像个没事人一样回来了 一回家就说自己跟同学去山里 完了信号不好 显然是想蒙混过关 他自以为这次避开了监控 没有留下任何罪证 但信任和不信任 在很多时候 其实是不需要证据的 爸妈没有提起准考证的事情 只冷淡地说 准备送他出国读书 林诗瑞这才开始慌了 他知道 这意味着被放逐 说什么都不肯 他原本只是想报复我 更为了拆散我和秦藏 但如果去了国外 和家里的联系变少 他只会在这个家 越来越边缘化 甚至是被彻底抛弃 可爸妈已经打定主意了 任凭林诗瑞 如何哭闹哀求都不松口 就连林语森也丝毫不为所动 他最后目光愿毒地看了我一眼 回房间摔上房门 我和秦藏完成了对彼此约定 一起考上了最高学赋 他像前世一样跟我告白 我答应了 我猜到林诗瑞不会善罢甘休 但他的偏执 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临近开学 爸妈已经替林诗瑞 办好了所有手续 他似乎也接受了现实 林诗瑞前夜喝醉了 还让林语森去接他 但林语森这一去却没有再回来 直到半夜医院打来电话 说林语森为穿孔情况十分危险 手术室外 林诗瑞双眼发直 看起来也吓得不轻 好在林语森最后有惊无险 只是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林诗瑞说 林语森是舍不得他走才一时没注意喝多了 但我却觉得不对 一查他的银行流水 果然发现了端倪 林诗瑞在酒吧旁的酒店里 早早预定了一间大床房 那么他给林语森灌酒 之后打算干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他知道自己在爸妈心中 已经不算林家的女儿了 为了留在林家 他甚至想要不择手段 做林家的儿媳妇 被拆穿后的林诗瑞哭着说 自己这么做 都是因为守不得爸爸妈妈 这边要是以前 爸妈可能就真信了他的鬼话 可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信用值了 就像我说的 随着对林诗瑞的了解越多 爸妈也会不由自主 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 爸妈没有再说什么 甚至懒得再费心去责备他 也没有再提送他出国的事 而是给他办理了住宿 尽管林诗瑞一放假就往回跑 但林家已经没有人在意他 所有人都当他是空气 他被彻底无视了 林诗瑞本来还在中等的成绩 下滑得厉害 更因为跟舍友矛盾太深 准考证被藏起来 错过了第一场高考 他的分数甚至要塞前 才能上一所墨留二本 又没有复读的勇气 便想到了去国外留学 但爸妈没有同意 只给了一笔钱后 就让他搬出林家 彻底断绝了关系 至此 这个前世对我视为噩梦的人 彻底淡出了我的生活 但我的抱负还远远没有结束 再次听见林诗瑞的消息 是在我和秦子昂的婚礼上 高中同学那桌聊八卦时 我听了一耳朵 林诗瑞大一那年 他那个豪赌的亲生母亲 找到了他 并偷走了他所有的钱 尽管最后 王玉月被送进了监狱 但钱都被他输光了 林诗瑞只能靠勤工俭学 赚取生活费 没人知道 那个跟王玉月透露 林诗瑞有钱的电话 是我打的 上辈子我被蒙在鼓里 所以一直不明白 林诗瑞对我的恶意 直到撞见王玉月 以此威胁林诗瑞要钱 才知道当年的真相 恶人自有恶人 林诗瑞也得像我前世一样 尝到被逼上绝路的滋味才行啊 但从小养尊处优的林诗瑞 受不了这样的辛苦 于是 她走了一条不该走的捷径 当了小三 最新消息是 半年前她的金主意外过世 她被金主老婆一顿暴打后 连孩子一起被赶了出去 之后就销声匿迹 但这些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甚至提不起幸灾乐祸的心情 毕竟真正无关紧要的人 不值得我去浪费这个心思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